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后成功捡到好多的栗子 准备要打到回府了 天才黑猩猩小庞和拍档的猫头犬詹姆斯 共同挑战小帮手任务 小庞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这次的任务是 回家路上也有好多秋天的美食篇 小庞和詹姆斯在剪完栗子之后 立刻赶路回家 结果 我买了 眼前出现了好多幼稚园的小朋友 没错 在农场里还可以自己亲手挖地瓜 而地瓜这种番薯类 真是黑猩猩最爱的食物之一了 小庞也一样 超爱吃的 爆破 岩毛 猩猩 Natural 小龐 你不是要回家了吗 不久之后 小龐又跟着挖起地瓜来了 麦莉挖着地瓜的小龐 可是 就在幼稚园小朋友们陆续挖到地瓜的时候 小龐是 小龐 就在这时候 难道詹姆斯他 小龐 詹姆斯竟然也挖到地瓜了 小龐 于是 可是 为了不输给詹姆斯 小庞很动力地爬着土 就是希望能够挖到地瓜 可是 之后 为了不输给小朋友们 小庞拼了命地继续挖地瓜 其实 如果把小庞的年纪 换算成人类年纪的话 他现在大概是幼稚园中班 才刚满四岁呢 所以 之后 小庞仍然拼了命 努力地寻找地瓜 不知不觉中 幼稚园的小朋友都走光了 地瓜田里 只剩下小庞和詹姆斯 两个小家伙 就在这时候 小庞 小庞好像发现了什么 竟然是一颗好大的地瓜 小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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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刻动手挖 小庞 因为地瓜的体积很大 小庞先小心翼翼地 把地瓜旁边的泥土拨开 然后 詹姆斯也開始幫忙挖 兩個小傢伙同心協力的一起挖地瓜 過了一會兒 地瓜已經露出半個身體了 好 小龐加油 好可憐 漂亮 小龐成功挖出了這個超大的地瓜 好 準備要去付帳囉 要在櫃檯付清栗子和地瓜的費用 合計お会計1500円になります 還有500元 對 要付了錢才行喔 付了錢之後 店員就會幫小龐把栗子裝回籃子裡面 謝謝 準備回家向公子先生報告今天的生活 可是 這個時候出現在小龐眼前的 竟然是一群雞 拜託 拜託 我們兩個 那是別人的家 不可以隨便跑進去的 結果 結果 小龐竟然開始追趕雞了 不可以隨便跑 就在這時候 不行 不可以隨便趕雞了 不可以隨便趕雞了 被罵了吧 被主人臭罵了一頓 小龐才乖乖地上路回家 這時候的公子先生 不可以隨便趕雞了 道具都已經準備好了 道具都已經準備好了 小龐,你快带回家 小龐和詹姆斯平安抵達家裡 小龐和詹姆斯平安抵達家裡 小龐,你看 好吃,熱烈 熱烈,熱烈 好吃 好吃 吃吧 吃吧 他們帶回很多秋天的美食 這次的任務也圓滿落幕了 小龐,詹姆斯,辛苦你們了